還算蠻願意聊到 那你當然可以參考 就像小孩子一樣 如果也不可能全部聽他的 那你當然也要做一些考量 但是至少你了解他 對於家裡面 就想要在自己收一些環境的這種願望 我覺得你就是 看怎麼樣可以去重視他 累不累啊 應該是累了 好久了 我帶他回去了 阿姨今天先聊到這邊好不好 好的好的 謝謝你 好不好 你有沒有什麼話要跟我說 再麻煩你一下 要不然你用寫字的蠻容易的 他剛剛不是做好了嗎 我只是問他說 不會 就先聊到這邊 那就先聊到這邊 好謝謝 謝謝 謝謝